施政报告中,最突出的消息可算是研究在东铁线新增白石角、科学园、站。 有报章报道,政府早年曾研究过其可行性,但由于人口发展未足以支持兴建车站,因而未有在铁路发展策略2014宗提出。 在铁路发展策略2014宗提出的新线,大部分预计于2020-2025年间落实或再深入研究,已应付在2030年后的新迁入人口。 奇怪的是,白石角一带被吐露港及公路围绕,可发展的土地面积从来都是一个梗塑,何以在2014年被评定为人口未足以支持兴建车站的位置。 会在绝大部分居民已经入伙的时候才旧是重提,不过迟到好过无到,对于已经购买甚至已迁入白石角单位的居民来说,肯定是一大喜讯。 现时,该处主要依靠来往大部区、大学及沙田站的接驳小巴或巴士接驳东铁,或部分可直接往返市区的巴士线。 不少报道指该区于繁忙时间的后车时间相当长。 居民大探不便,施政报告中昌以的白石角站预计建于现时教育大学运动中心。 相信规划及收地阻力较少,不过,白石角居民也不要兴奋得太早。 依照过去经验,一个新车站由提倡至建成,往往虚时亚连之久。 就算计及无需开发新土地兴建路轨及改划阻力较少所省的时间。 相信也要8-10年后才建成,现时接驳白石角及未来白石角站的士博然路天桥。 由将来的车站前往白石角,将横跨东铁路轨。 套路港公路及创新路,商隔最少120米。 现时该天桥未设上盖,不者也相信将来仍未能增设上盖。 步行往返车站仍要受好天晒。 落雨林之苦,如仍然要依靠接驳车往返。 跟现时接驳至各东铁站的情况不会相差太远。 此外,现时该区最缺乏是商场及社区设施。 如指望楼价大升,还需期望车站上盖附设大营商场或政府综合大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